苏德战争 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场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庞大 战况最激烈 伤亡最惨重的战场 而在二战期间 德国也犯下了很多不被人原谅的罪行 苏联因此对德国非常仇恨 但是被苏联军追杀的德国部罗 其中有一个部队 苏联对其不惜花大代价追杀 在苏联的伟大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 涌现出很多卫国英雄 在众多的英雄人物中 有一位就是他 他的名字叫卓亚科斯莫杰·杨斯卡亚 1941年6月 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 卓亚跟一批热血青年 一起于10月潜入底后 11月底在莫斯科以西86公里的 彼得利·歇沃孙焚烧德军马迹时 不幸被捕 虽受尽折磨 也不肯吐露半点秘密 11月29号临行时 18岁的他对德国军人高喊 你们可以把我绞死 我不是一个人 我们国家有很多人 他们会为我报仇的 德军士兵们 趁现在还不稳 赶快投降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为了纪念 苏联人民为他树立了雕像 卓亚雕像和当时18岁的他 被德军绞死时表情一模一样 在全线反攻时 战场上最响亮的口号就是 为卓亚报仇 当卓亚英勇就义的诗迹 传到莫斯科后 斯大林心情久久不能停静 他亲自给西方面军下了一道特别命令 遇到德军 第197步兵师 第332团任何官兵 就地枪毙 绝不接受他们的投降 而后来在苏军战略反攻的时候 这第197步兵师332团也确实被维艰 所有士兵一旦被核实了身份就立即处决 不得不说苏联能够最终在战争上取得胜利 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因为这个国家重情重义 血债血偿的作风 值得敬佩 好了 本期就到这儿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致政 我们下期再见